這台車是一百公務OTI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會講C7的音質式達克一 今天我起個大早 從南港搭上高鐵前往嘉義 來參加Skoda Octavia RS公辦試車活動 其實 Octavia在先前就已經在台灣上市 而且那時候我還會去金門試駕體驗 但是因為車源供應的關係 Octavia RS 原本可能在今年初就要問世 但是說到現在才開始進行試駕 不過沒關係 晚到總比沒到好 而且原廠為了要呼應他 VRS Victory Rally Sport 精神 還特別將試車地點挑選在阿里山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透過阿里山 這個棉山路的考驗 來測試看看他的 RS 精神 到底有沒有那麼厲害 一開始之前也請大家幫我頻道訂閱追蹤期待 有你按讚、訂閱、追蹤以及分享 都是給我們最好支持鼓勵 瀏覽Dr.Fatrix 同款短梯 跟冬季E5 持續販售中 再請大家多多支持幫忙一下 Octavia RS 重點1 外觀內裝介紹 其實我試車比較少借是要外觀內裝的設計 但是我個人真的蠻喜歡 Octavia RS 這種黑化、運動化的外觀內裝 怎麼說呢 光是你從車頭那黑色的鼻罩 甚至像幫的進氣把 黑色的後照鏡 黑色的窗框 黑色的小壓尾 黑色的後下擾流 這樣裝點之下 就讓它的性能伴向變得很好 車內也是一大重點 其實這一代Octavia內裝鋪成的 我是蠻喜歡 但是我對一般車型所配置的 單寧布的飾板 其實我個人沒有到非常喜歡 但是Octavia RS 採用我最愛的脊皮 而且用紅線穿插其中 這讓我覺得蠻熱血的 而且我本身也蠻喜歡它的方向盤的握感 不算很粗 但是握感相當扎實 而且很多透氣孔 所以我在操架的時候 我可以緊密的去密切的貼合它 操縱它 而且它前面這兩張賽車椅 更是相當的棒 除了採用雞皮材質 真是VRS字樣 設計造型非常突出之外 包覆性也算OK 重點是它在正家這邊 多了一個安全氣囊 所以當我們在撞擊事故的時候 可以避免正家跟副駕撞在一起的可能性 也因此它安全氣囊可以多達10顆 至於它五門鞋背的造型 當然也讓它的心理箱空間變得很棒 一般狀態之下600公升 打拼之後可以1555公升 而且這個造型讓我想到我的阿美 其實我的阿美算是這種鞋背造型 但是我覺得阿美的心理箱空間 可能沒有像它那麼出色 主要是因為我打開之後 它是比較平整的 但是Arcavia RS它是整個往下線的 所以它整體空間容量 可能會比我FK8還在更為出色一點 Arcavia RS重點2 引擎動力介紹 其實單從它的動力數據來看 245p的輸出 你可以把它看成Golf GTI的這顆引擎 這顆188 EVO4引擎 我們先前說過非常多它的科技介紹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簡要的解說一下 這代EVO4跟上一代的GN3最大的差別 就是雙噴射公共系統現在改成單純四字缸內噴射 但是它的高速器有Bump的壓力也到358 所以它物化效果會更好 對於性能和節能表現都會更為出色 而且它在排氣端一樣 是有可變器門揚程的設計 所以對於你的低速的反應 甚至高速渦輪持續的輸出性能可以更好 既然說到渦輪不能不提及 這次它這188 EVO4可以輸出的動力 大概有190匹、245匹、280匹、320匹這些動力的駐圓 但是像這顆Golf GTI引擎的架構 它是採用Guyretor的渦輪機 至於更高階的出力是採用Continental設計 這個渦輪機當然比有配置電子式吸壓法 當然控壓更精準 而且整體的輸出反應我覺得也蠻好的 除了以上引擎科技之外 在我們剛剛檢視它的引擎式的時候 發現它已經採用最新型式的R1234YF 新型式的冷煤 這個冷煤的特點就是無毒 而且對環境比較環保 但是缺點就是比以前的冷煤比較貴一點 而且它的機油也是採用最新的 福斯508、509認證的0W20系統 這主要是因應比較節能省油的發揮而生 所以讓它的流動性變得比較好省油一點 而且也因為具有OPF的關係 所以它採用低灰分的設計 可以讓你的OPF比較不容易阻塞 至於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它的電瓶 它是採用AGN的架構 你要知道現在很多車子都配置 START&STOP的啟停系統 所以當然你的電池連續的啟動 電力反應更好 當然EFB跟AGN都是很棒的選擇 但是AGN因為架構更為複雜 而且它算是辦固態的形式 而且它可以承受更多頻繁的啟停 所以它的造價成本比較高 但是卻也可以讓你車子 可以承受更多次的連續啟動 電力反應也可以更好 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它的費用會比較高 所以日後你跟電瓶媒電 你更換的費用當然會比較高一點 Octavia RS 重點3 操控性比較少 其實Octavia RS 它當然是採用現今的NQB平台而來 前賣花城後多連桿的形式 當然讓它的操控穩定性很好 車身剛性也很棒 但是因應它RS身份 它的避震器已經換上新型式的設計 車身高度因此降了13公分 所以在我們開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貼地性很好 而且我們整個坐點算是蠻低的 開起來就有一點那種改裝車的感覺 當然對一些車頭盼向 甚至左右車身重心的變換感應 你可以更為直接而且出色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我覺得它的煞車的表現也算是OK 因為它的煞車卡起來看起來真的還蠻大顆的 而且在搭配EGO F1這條225的19吋的輪胎 對於它的動力輸出的handle性 我覺得還是蠻棒的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Prosive Steering 這個漸進式的操控系統 可以讓它的轉向幅度 從原本的2.7圈變成2.13圈 所以你可以更為精準 直接的去掌控你的入彎的角度 而且還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 它這次一樣有採用先前 像是SD、S Plus這種 具有鎖定形式的扭力分導系統 但是這次它是採用VAQ形式 而且它的扭力值得可以更大 所以代表說你在彎中採油出彎的時候 它的拉的力量可以更為迅速直接 在我實際的操控之下 跟我的FK84這種機械式SD的相比較之下 我覺得它的拉的表現其實算是蠻有感覺 大概有我這種機械式的大概6到7成的水準 所以當你煞進彎中 你已經準備靠進彎裡面 這時候補下油門 它拉進去的速度 其實會讓你覺得還蠻線性的 其實還算有點清楚 所以對於像來這種福斯車款 轉向稀利度稍微不足的清晰 那種獲得很大而且很明顯的改善 所以你開起來會覺得相當的俐落 而且車位更新性也很棒 我覺得開這台車會讓人覺得相當開心 而且潛力還蠻高的 雖然我前面說它的煞車表現不錯 但是我覺得它的煞車皮的稀利度的反應 我覺得還是有點不OK 所以當我們高速衝進彎 重煞進彎的時候 這時候車頭負擔很大 所以連帶領的煞車的 濕度跟敏感度更要更為直接 但是它煞車皮我覺得 還是有點無法 handle 你過於激烈的push 所以如果你想要發揮它的操控性能 其實換一組很好的煞車皮就夠了 這次世大的Cavia RS 坦白說我蠻喜歡這款車的 因為它有著這種四門房車造型 但是有著五門鞋背的空間 就像我FK8一樣 而且它的這種運動化的外觀 跟內裝的配備 讓人想要開帥也可以 開快也OK 而且它的配備安全的表現 是堪稱同級表現相當厲害的代表 而且如果你今天想要開快的話 這245匹動力 配它的7速雙力電速箱 以及它再優化的底盤懸吊系統 讓你絕對可以開得非常開心 而且也可以感受到這種前驅車 還有這種不錯的操控能力 以上就是DUCTE FATURE 針對Octavia RS的私家報導 希望你有喜歡 我們下支影片見 我們下支影片在我們下支影片 如果下支影片就下支影片 你快到鞋裡 我先發現